加拿大《環球有报》21日报道 加拿大驻美国大使麦克诺顿表示 美国计划向加拿大重视提出引渡孟晚舟的要求 由于孟晚舟涉嫌欺诈美国金融机构 去年12月1日 加拿大应美国要求将她拘捕 自她被捕之日起 美国有60天时间向加拿大提出引渡请求 最晚期限是今年1月30日 加拿大将在30天内决定是否引渡 孟晚舟2月6号需再次出庭 为引渡聆讯确定时间 在引渡聆讯中 加拿大法庭将根据美方提供的引渡材料 来分析案情和证据等因素 决定是否应将孟晚舟引渡至美国 过去10年 在加拿大法庭审理的引渡请求中 约有90%得到批准 如果批准 孟晚舟仍可申请上诉 西方的这个司法独立 想要影响法官判案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那就是要看法律的具体规定 要看证据 那我们也看到在孟晚舟被逮捕之后 又有更多的华为和伊朗和叙利亚这种关系 越来越明确的强有力的证据出现 这个对孟晚舟又是非常不利的 据路透社报道 如果孟晚舟最终被引渡到美国 可能面临串谋诈骗金融机构等指控 相关指控最高可判处30年监禁 中共外交部周二要求美国撤销对孟晚舟的引渡令 并威胁称将是美方行动做出进一步的反应 专家认为中共想用政治手段干预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 只会适得其反 它不仅仅是让加拿大认识到中国 中共现在这样的一个体制 它有多么的可怕 它有多么的危险 那么同时会引起整个西方世界 对中共体制的进一步的认情 星藤记者林兰纽约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